真的有人咧 你後面 轉頭 他爬過來了 OK 各位早安 那麼我們今天早上要來玩一個遊戲叫做 等一下 有電話 請稍等我一下喔 哈囉 請問你是 喔 你叫做Ben 呃 請問有什麼事情嗎 你說你要把你的畫面投影到我的螢幕上方 哎呀 別傻了好不好 你怎麼 蛤 你怎麼做的 那 那麼你要幹嘛 呃 你把畫面投影上來的目的是要 喔 Nononono 你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Ben 呃 掛掉 我反正死了 啊 哈囉 各位你們好 你可以今天要問大家還是 翻譯成中文叫做 壞斑 我還卻斑咧 那麼總之呢 這個遊戲呢 是一款關於一個叫做Ben的人 他買了一棟房子 之後所發生的故事 欸 那麼這個Ben的話 應該就是畫面上 左邊這個人了吧 他看起來好像看到了什麼東西 然後被嚇到了 你知道嗎 你應該也有發現說 在Ben的這個英文字母的B上面 有一個奇怪的人影吧 感覺非常不妙 你知道嗎 今天的影片 那麼在開始之前呢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不妨可以幫這個系列點個喜歡囉 好啦 那我們就不要廢話 直接來吧 Let's go 這個錄影帶呢 是跟一個這裡的居民有關 這個居民叫做 他瑪士 Reilly 欸 所以我們主角是剛買這棟房子了喔 房子那邊剛才好像有個人耶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蛤 喔 這麼大聲幹嘛 好的 讓我來看一下我買了什麼樣的房子吧 他們告訴我說前任屋主呢 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怕爆耶 然後這個房子裡面好像還有什麼保安系統 可以用平板的操控 蛤 是這樣玩的喔 我們要按左右鍵然後來控制方向 W才能前進 欸 我真的不常玩這種遊戲 所以我操作起來應該會非常卡 你看 為什麼你還是走那邊貝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剛才操作說明那邊是說 我按E鍵可以用嗎 不行啊 F勒 手鈴筒 What 怕爆耶 為什麼F可以 蛤 這F鍵會不會太猛了吧 完了 我聞到了神作的味道 這裡是那個 用餐的地方 這裡好像還有門耶 這邊 可以進去嗎 欸 可以耶 這裡是那個 Family Room 然後這邊怎麼會有一個 然後這邊怎麼會有一個 奇怪的這個 平板啊 WOW 這是用來控制把援系統的那個平板 讓我們來看一下監視器跟那個什麼動態感測器有沒有正常 喔 這個是要我們去檢查每一層樓是不是 而且我們電量剩10%了 為什麼這裡的屋主屋先幫我們充個電之類的 好 我們先從這個地方開始 好 好 丹尼潤有了 辦公室 我應該先檢查這層樓的監視器 好好 沒問題 有 這什麼地方 地下室的樓梯 這裡還有地下室 這可以開嗎 不行 那麼接著 蛤 那是我們的咳嗽聲嗎 哎呀 不要想太多啊 應該是我們自己的沒錯啊 好 那麼我們接著應該要去這邊吧 Let's go 為什麼這個主角走路的姿勢這麼好笑啊 有 一樓完成囉 那我們接著要去二樓 來二樓 上來 哎呀 二樓還有哪邊要去啊 這怎麼走 呃 這裡 Bedroom 2 然後這一邊 手廊過去還有東西 有 好 檢查地下室 通常 這種類型的遊戲呢 一旦要去檢查 一旦要去檢查 剛才後面是不是有人啊 可能是我今天比較累的關係 有點眼花了吧 好吼 我們趕快下來 地下室我記得是往這一邊吧 欸 還是這一邊啊 這裡 這裡吧 OK 開啊 鎖起來了 鑰匙喔 呵呵呵 還跳出了這個遊戲的作者 呵呵 笑死 好 這裡有一把鑰匙 可是 為什麼這裡的鏡頭好像有點歪掉啦 難道是這裡還有其他人 哎呀 不要自己嚇自己嘛 有可能是這裡的設備比較老舊 OK 讓我們來試這一把吧 欸 為什麼這裡會有蜘蛛 嗨蜘蛛 趕快下來喔 希望你等下不會突然跑到我臉上欸 好 來 開 還有其他的喔 哎呦 那什麼 為什麼這裡會有個奇怪的娃娃 是我看錯了嗎 看起來不是欸 他感覺好像在這邊 啊 但主角沒有發現是不是啊 來齁 鑰匙 可能這把鑰匙開了 不要 拜託 一定要啊 那個娃娃還在欸 所以說這個娃娃應該是真的啦 來試一下 那不是正確的鑰匙 你應該要繼續看 什麼 哎呀 說來看 什麼東西 落了 誒 等一下 那個娃娃不見了 他剛才好像是講說 樓上好像有什麼東西倒了下來 來看一下喔 樓上會有什麼東西啊 這個騎士沒有倒 好 那麼 這 好 呃 那一個娃娃是不是跑錯邊了 這東西怎麼長得這麼噁心啊 他有點像是SCP-173欸 好 What 怎麼會有這麼多把鑰匙啊 笑死了 我覺得我這集應該要消音很多東西了 我沒辦法拿嗎 不行欸 而且我們走不過去 為什麼 呵呵 算了算了 我們先回到床上吧 娃娃又不見了 反正這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睡覺 睡覺 不是說要睡覺嗎 還是我聽錯了 嗚 蛤 房子的另外一側有奇怪的聲音 給我等等 剛才有這個東西嗎 蛤 這是什麼 這個是灰嗎 這是灰嗎 這是灰嗎 我沒有穿袋子 我沒有穿袋子 我還有其他人的灰在我的肩子 看這個樣子 看這個樣子感覺樓上應該會有什麼東西耶 好恐怖喔 拜託不要啊 雖然主角這麼冷靜讓我覺得很好笑 但還是有那麼一點恐怖耶 呃 欸 這裡好冷喔 我最好把窗戶關起來 阿不是先要去關店嗎 來關起來 呦 在那邊 WHAT 這裡不是你的房子 然後地上還有血跡 你看錯邊了啦 BAN 我跟你講啊 如果是我自己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我找到報警了好不好 那我可能像這個主角在那邊這麼淡定的 還要去地下室查到底是誰在那邊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說地下室那個人到底會是誰啊 打開了 可以 可以不要這麼冷靜嗎 蛤 第一人稱 WHAT 變第一人稱了喔 怎麼這麼恐怖啊 為什麼我們的地下室變成這個樣子啊 我們能拍照嗎 噢 好像死喔 到底誰住在這個地方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把那個相機修好 這個嗎 來 哇 所以我們還需要先開店 人會不會突然出現啊 拜託不要欸 啊 耶 所以這個人的吃喝拉薩睡都在這個地方喔 你不會覺得這樣很恐怖嗎 你跟一個人住在一起然後結果你都不知道 來 開 拜託不要有人欸 好 來修一下相機 欸等一下 後面那邊是不是有人啊 唉唷 真的有人欸你後面 轉頭 他爬過來了 轉頭 喔 你的後面欸 完了被敲死了 欸 欸 這是影片 欸 我們被敲暈了喔 呃 我的頭 走 蛤 那是前屋主啊 蛤 那是前屋主啊 那個錶子去哪了 蛤蛤蛤蛤 怕爆欸 主角超兇的 來找一下那個奇怪的農夫啊 那看起來很像是一個農夫坐在這個地方欸 這也被堵起來上不去了 那辦公室這邊咧 那個農夫會在辦公室這邊嗎 啊這張桌子怎麼不見了 蛤 這是剛才那一個農夫嗎 找到你了 但誰坐的 欸對欸 對我們趕快離開這邊吧 完了 主角這個時候才意識到要離開這個地方 蛤 為什麼又回來了 好 趕快離開這邊啊 剛才是我們在做夢而已啊 離開離開 喂 為什麼又回來了 那只是我們在做夢而已 What 為什麼顛倒過來了 喔 欸 離開了 Oh yes 這是通往閣樓的一個樓梯欸 蛤 廣告 2秒後為什麼 這個房子怎麼這麼眼熟啊 一樣的傢伙 這個人就是我們的主角吧 哎唷 善出你的原型 哇哦 呃 哈 啊你 我也以為我們要上去欸 結果我們 看完廣告之後 他只用了一堆描述來跟我們講說 喔 哇哦 上面好刺激喔 怎麼有那麼多這麼辣的鬼啊 呵呵呵 好啦 不管了不管了離開吧 是從這邊嗎 又回來了 蛤 還是我們往下走 一樣啊完全不行欸 行不通啊 往前走 Oh shit 那啥 我們好像只能往前走了欸 蛤 蛤 為什麼來參觀一個房子而已 會跑到這個地方 然後這是哪裡 什麼鬼地方啊 蛤 又來了 什麼意思啊 巴巴拉巴巴巴 這什麼意思 不是每個人說 我剛剛只有看到那句而已欸 跳太快了然後字那麼多 這什麼 蛤 影片暫停 喔要我們調時間走 有東西嗎 喔欸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啊 蛤 用爬的 我怎麼覺得他這個動作好像在哪裡看過啊 後面還有東西嗎 後面還有東西 喔喔 唉唷嚇我一跳 這什麼啊 我怎麼覺得他好像 變成了我們地下室那一個人啊 後面還有東西嗎 前面好像沒了 後面這裡有個奇怪的門欸 不是吧 我們回來了 沒錯 但是 我們變成了剛才那個我們在地下室看到的那個人 所以說剛才那個人就是未來的我們 這裡有一個時間輪迴 沒錯你看 剛才在主畫面那邊 就是我們 然後我們看到我們自己 過來了 可能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趕快躲到地下室吧 What 還有困難模式跟造型 哇靠 不錯不錯不錯 等等喔 我來看一下這個困難模式是怎樣啊 啟用困難模式嗎 這個模式也未免太困難了吧 這是要怎麼玩 好啦各位 那麼困難模式的部分呢 就留給各位自己去試一下吧 真的是很難 沒錯啊 真的困難模式啊 好啦 那麼以上呢就是這款遊戲 那麼這款遊戲呢整體來說 真的是不錯 講真的如果你要玩這個遊戲的話 你一定要玩到最後 這個遊戲到最後面真的是給人家一種 WOW 這個劇情 這種感覺 好啦 那麼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的話不妨幫這部影片按個LIKE 還有訂閱吧 好了觀眾們我是DK 那我們在下部影片見喔 Peace out